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做運動 不做運動就唯有透過Bot Game來做 這樣就認同你 是甚麼呀 玩Bot Game做運動可以減肥嗎 所以說結果你明白 還沒爆了幾個圈 大家好 歡迎來到卓遊講卓遊榜的時間 你好 我是大家的節目主持人 我是Eppy Hello 我是Ross 我是CollectorWilliam 我是Andy 我是Domas 這是第二集 這個重型巨獻 上一集就差不多過半小時 看看今集會怎樣 大家如果沒有看上一集 就是我們的All Time Top 50 上一集就是第五十到第四十一 今集就會是四十到三十一 上一集都很驚喜 很多Out of Print 看看今集就有甚麼驚喜 事不宜遲 Andy 你的第四十位是哪一隻 我的第四十位 Eric Ling的作品 三部曲的第三部曲 Unk God of Egypt Unk God of Egypt 有點驚訝 有一點驚訝 Eric Ling 我竟然沒有 我沒有入手 你覺得驚訝是它太低太高 有些驚訝會入榜 因為不像玩很多 其實我有朋友有 自己玩的時候 我覺得也挺有味道 因為我覺得算是 將Eric Ling裡面所有的機制 去無存清 或是精華所在 就集於遊戲裡面 加上它有很多不同的環境 玩下去不同關卡的味道 也挺不同 而且想不到這隻 如果在2人的情況下玩 其實都可以 竟然 2人的遊戲 既然體驗是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 很好玩過 驚訝很好的 我覺得人數方面 可以做到 這個地位控制很好的感覺 也是Eric Ling 裡面的作品 算是 我覺得是幾去無存清的 其中一隻 我可不可以問問 另外兩隻有沒有入榜 我沒有 另外兩隻 即是這隻是三部曲 唯一隻入榜 我沒有入三部曲 不過我有入榜 你不要說重點 但剛才你說 如果你選擇三部曲 你會選Burranger 我也可能會選Burranger 你就是Arna 我也是選Burranger 不過再看看其他 還會出現的 放心 我排最低應該是Rising Sun 不用說 Rising Sun 應該是最低 我呢 最高是Rising Sun 三隻都沒有入榜 但我選Rising Sun 最高是Rising Sun KH會再說 所以不用說這麼細節 你叫我不出聲 不出聲 那你呢 你的第四十位 好 我的第四十位 就是 我沒有想過放到這麼後 就是King of New York 留意一下 不是King of Tokyo 是New York 因為其實King of系列 也有很多隻 我自己都講過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New York 因為我覺得它是 Party Game 也有一點點的 Strategy 在當中 但比較可惜 就是它其後的 延長就不太多 最主要是發展到 原本的King of Tokyo 那裡 這個遊戲 我自己會定性它為 六人遊戲 即是我的第一名 六人遊戲 如果你找一隻遊戲 有六個人玩 我就差一點點 不是 最好玩 對 沒錯 我會選是它 怪不得你弄個List Cup這麼久 這個是定列 那你的第四十位 第四十位 這裡開始是我的回憶的遊戲 走馬燈 一生的走馬燈 很長的回憶多數 可以算是我初期接觸的卓遊 而當時是會星期六日 每晚都去我朋友家 玩通宵的那些遊戲 所以現在 此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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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排在後一點 懷面過去 上套醉 一般樂事 一般令人流淚 好 好 好 這遊戲是跟Andy和Happy 撞的 那就是第一個三個轉 Power Grid 沒錯 這遊戲除了經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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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都可以不同 例如像南北韓 他們好像禁止 北韓用某些東西 南韓用某些東西 有些玩環保 東邊一定要用環保能源 西邊也不知道怎樣 另外中國 就有些交易的價格 計劃經濟 對 有些東西有政府會控制 那些資源價格 這些令到我每個展覽 都有找到它的精彩和獨特之處 那時候我都很沉醉玩這些遊戲 但現在都應該回不了頭 那時候有沒有繼續推出新的地圖 有 沒有了 沒有地圖 停了嗎 停了 他推出一些Dead 即推出一些Power Plan 換一些卡 你全部推出了嗎 沒有 我沒有 竟然 我的地圖都沒有特別推出 竟然 只是基礎 你沒人機會啊 Villiam 我沒有 我也只是儲合Deluxe 進到完成了 但它的地圖有幾張是值得真的要吵 是挺好玩的 好 那到你的第四十 我的四十就又在一起了 那就是 unmatched的series unmatched就是大亂鬥的Dead Game 就是一個角色一副Dead 很深 很深 但是它的IP 就有一些公開IP 即是孫悟空 李蕭龍 又有一堆Marvel 然後有Sharelock Holmes 又有這個 恐龍 還有色塔 還有幾公園 其實 如果你這些 潮流的IP 然後你又可以 在一個場地上 簡單的Gameplay 可以混在一起去對打 其實是一個 挺獨特的存在 再加上最近出了那個Camping Mode 雖然我沒有試 但起碼可以見到 它有這個資本 或者有這個FansBase去做 很多FansBase 很多FansBase 比很高 還有那個FansMate 之前有說FansMate 是很瘋的 unmatched有一個FansMate的網站 是過千過萬的FansMate 很瘋 即是你終於想到 什麼角色我來上網 已經找幾副Dead 到最後最厲害的 就是這間廠的 這個Artwork 它Artwork最漂亮 這個是 我又這樣說 是Top 1的 Top 1 這麼厲害 這個我也有質疑 不是說完 Top 1 Yellow 不是 Top 1的卡背 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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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想說 他拿了IP 我直前信長說 不知道什麼 對 只是看卡背的設計 很漂亮 還有它會拍攝 Health Dial Token 它的Token 拍攝完出來 剩下的東西都很漂亮 所以我沒有答案 所以你也有收藏 沒有答案 很漂亮 所以你也沒有丟到 你會不會留有我的腳趾 手指夾 很漂亮 你猜你是吉野 正常來說不會 但他連那些位置都計算到 我正常不會留意這些東西 我覺得我超越不到HAPPY 不是 不是 他連 你知道 弄完Token 連那個紙皮 他都收藏 不是 你有保留到那個紙皮嗎 有 我拿給你 有 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他有一個角色叫Invisible Man 就是Invisible Man 他的卡背 你可以看到卡前面 他隱約畫了卡前面的Layout出來 他有心機 每一個卡背是不一樣的 每一個卡背是不一樣的 是那個角色專用卡背 沒有所謂的 只是看到卡前面的Layout 所以你看到卡好像半透明的感覺 噢 這些是 真的 他本身 贏 他跟他合作的那間廠 是專門製作那些 電影的海報 噢 所以他畫的那些畫是很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的 我認輸 四十平我覺得很悶的 好 下一個 我覺得很悶的 我覺得很悶的 這個就是領國者Hed Herm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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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覺得他真的非常成功地把這個社會 我自己覺得很喜歡這些社會 滲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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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跳入金章的一段片 是的 但是結果也很多人支持 因為我覺得他除了《Simulator》之外 其實他是一隻嘴炮遊戲 怎樣可以拉到一些跟你有少少利益關係的人 可以拉在一起 還有他那本只有英文才有那本的 叫做 怎樣設定的書 怎樣可以將《Economy》 將成Hed Hermione 那本書真的很瘋 我沒有看完 但是立了一下 或者立了一下 原來是這樣的原因 他這樣做 所以我很期待這間廠 之後做的新的遊戲 我很期待 但是他跑到我的四十位 我很想試完四個不同的經驗 可能會再跑高一點 但是這隻我的四十位 強烈推薦 原來越來越多的粉絲 都會驚訝 好 我的四十位 終於是一隻買到的VTEL 就是Hed 唯一隻就是賣的VTEL 你這麼喜歡嗎 也有點難買 現在應該可以的 剛剛推薦的時候有點難 而且那時候很大熱的 其實我也有些偏好 喜歡運動主題的Bot Game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做運動 不做運動就唯有透過Bot Game來做 認同理好 就是玩Bot Game做運動可以減肥嗎 什麼事啊 這隻就是賽車 真的賽車 所以說結果你明白 還有應該是有個特點 應該可以繼續存進去的 我相信 有新的賽車 有新的賽車 因為我猜它應該會像Ticket to I 真的 真的 你記得跑了幾個圈 真的很瘋 又有金句 下不開遊戲做運動 不得了 我們先去找運動遊戲 大家一起加入 好 那下一個星期 去到KG 好 39位 上一段影片你們說得很興奮 今次都可以再補充一下 就是這個Cathulu Death May Die 這隻遊戲是我整個名單裏唯一一隻Cathulu的遊戲 唯一一隻Cathulu的遊戲 因為最後沒有Cathulu 而另一隻我最初都掙扎了很久 就是這個 這個Cathulu 不是 I come horror Dekat Game 但因為我覺得我開得到的機會 都難一些 而且體驗有比較 你明白嗎 你見到別人旁邊那台 玩到這樣 自己玩 那隻小隻講那麼久 那隻留給別人說 我自己會選擇它 這也是剛才我最後沒有擺到 Arcadian Quest的原因 因為其實如果玩爆色 玩摘色 去打野 我覺得這隻做到的效果 比Arcadian Quest 我覺得是強烈很多 還有就是 他剛才也說到 那個設場 因為其實他那些設場 那個故事是很有趣 我很印象深刻 就是他裡面連那些角色 我們其中玩了一個角色 是連我們用的角色 都可以放進遊戲裡去做 我覺得這件事 是幾違反Simon的過去那種模式 他們就是推出一些 Pasic Token 很多東西 但他為了要做到 那個scenario的效果 去做這件事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遊戲 那就是Cahulu的首選 Cahulu Death May Die 這就是39 好 這隻我到現在還是忍住忍住 我當時入了 然後因為太高價 我就賣了它 新的那種差不多是Double 還是Triple價錢賣出去 但現在你們各個這樣 我都是不嘗試 不嘗試的 很麻煩 人生漫漫長路 找回一些collector去搞 你等到有3.0 Kick Start那時候就試 好 接著到阿金利的39 好 回憶系列第二隻 39為Galaxy Truckers 哦 竟然 是的 應該我評論一下 是唯一一隻Tow Placement的遊戲 即時 這個不止是Tow Placement 這個其實我覺得 是印象深刻在於 他那本Rule Book 寫得比較抵死 他好像說運貨很困難 好像有些故事 VC很多遊戲都是這樣的 即是登竹鑼匙 那些都是有一些 一般的感覺 即是搞笑 看過Mage Light寫得比較好 但這本 這就是差不多 第一次看到這本Rule Book 是這樣的寫 我就說 找東西很難找 但其實他有很多 一些英國人 在裡面的遊戲 還有看砌完飛船 那種刺激感 還有看怎樣炸爆人的飛船 那種感覺 到現在仍然溺溺在目 所以就39位 好 好 我39位 在網上 有一隻Richard Garfield的作品 也是唯一一隻 以兔仔做主題 Bunny Kingdom 就是Bunny Kingdom 唯一 唯一 唯一唯一 唯一 唯一 沒有很簡單的Drafting Game 大家一起在一個共同的地方 有交易去組裝 所以我覺得玩完之後 很有心反印象 這些遊戲就會在Top 10出現 就是Bunny Kingdom OK 我的39位 我要平反 或者我要反對 就是我覺得推理遊戲 就不僅只有Search of系列 我就反過來 我是另一邊 我是水怪系列 就是Crypted 我明白Search of Planet X 或者Search of Lost DC 有個APP 可以幫忙 很多東西可以讓你猜 整件事情 策略是一些 但是我覺得 我仍然是給不到 當時玩水怪的感覺 為什麼可以鋪一個這樣的 random地圖 但原來就只有一個位置 然後你三個人 四個人 五個人玩 都可以玩到 我還很記得的印象 是什麼呢? 但是我當時Action的時候 說我試一下很好玩 那時候幾年前 剛剛認識志凡 好像是朋友介紹的 志凡是台灣的自介師 剛剛介紹 剛剛去學 為什麼他剛剛去學 但可以快樂 兩三圈 還是三四圈 就可以找到 在哪裡 是什麼呢? 真的有邏輯 有路去抓的遊戲 詳細玩法 不再講細節 但是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那個神之一手 純粹很多的推理遊戲 我很喜歡這些遊戲 要提一下中文是有一點的 謝謝你 有阿加力版地圖 為什麼地圖變成阿加力 地圖變成阿加力 高級很多 然後裡面的Mibos 是有樣子的 不要緊 我又不是你 沒所謂 我純粹一點 你有嗎? 我有 繼續遠 煩 都不是你的 是呀 不過我同意 如果你問我 兩個選擇 我都會選 Crypted 因為我覺得 玩家的 其實是 我感覺 比起Plant X 是比較多 雖然我明白 差和勁 是可以差很遠的 尤其是你真的快點 五個圈 又不知道在玩什麼 但我覺得純粹一點 這個是我的第39位 好 我的39位 又回到一隻 應該是奧米遊戲 看不到他的 是的 奧米遊戲 同樣地 我也不太懂得讀他的名字 我叫Korlaka 波蘭那隻 波蘭那隻 對 就是排隊遊戲 他英文就叫Q 其實是我Collector's Choice 第一集介紹他 為什麼會擺放呢 一來就是他 都是一隻很有歷史價值和價值的遊戲 二來我覺得他的玩法也是很有趣的 EURO得尼 又有很多爆笑的位置 還蠻模擬到當時的狀況 Artwork也蠻漂亮的 所以就把他放在39位 好 Andy39 你說什麼 還未 最後是你的 我的39位就是 The Things The Board Game 哦 竟然 其實這隻就是 身份陣營類型 這個遊戲我曾經試過 這個遊戲我曾經試過 其實是很 重塑到 那時候The Things 電影入面的感覺 因為每個人都在 藍極的生存 研究機裡 看看有沒有被外星人感染之後 要整群好人 全部好人一起離開 好人才會勝利 每次拍攝的感覺 我覺得他也解決了 以前那些 Battle Start的 紅米Unfairnub的 那些不好的地方 我覺得他可以 精簡了 精簡了 令到他玩的時候 那個操作感是沒有那麼強 還有那種投入感也很高 所以我也蠻喜歡 你說完我馬上入 咦 要不要我幫你搬去你的貴島 如果大家的觀眾都不知道 那邊就是William的系列 然後他整個在這邊買遊戲 買遊戲更高一點 很棒 最外面是The Things 在那裡 好 接著就輪到第38位 金你這邊再來 沒錯 第38位 也是唯一一隻 我玩錯Rules 依然很享受的遊戲 也容許我玩錯Rules 是Modern Art 哦 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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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這隻遊戲 對大家的Occion Game 可能有很多選擇 為什麼我會到這裡 都回憶了呢 就是因為我玩錯Rules 是誰迫到一張畫回來 就有權自己出哪張畫作Bit 這個錯了玩法 變相整件事又刺激在於 不是因為輪鄉去做事 而是反而我要欠權 去控制我哪一張畫 那一張畫 整件事 玩錯了很多年後 才發現同人玩法 不是這樣玩的 看回會司 原來我玩錯了這麼多年 但我反而會喜歡我錯了的版本 所以我和我的朋友 稱之為Modern Art Busara版 比較有血腥很多 這就是38名的Modern Art OK 我的38名就是Mini Golf Designer 他喜歡的 他喜歡的 這隻挺好玩的 是挺好玩的 在我的榜邊 是挺好玩的 是真的 首先你小小的會玩Fresh Game 我小小的年代是玩Fresh Game 觀眾不知道什麼是Fresh Game 就是有Mini Golf那樣的Fresh Game 這個他就用了一個主題 但是你是做一個設計師 去砌那些Tiles 去砌Mini Golf場出來 他用一個Tiles Laying的機制 再加上很簡單的Kindomino DraftTiles機制 就做到這個遊戲出來 而砌完之後的感覺 是很有滿足感的 因為他有很多計分方法 令到你砌Mini Golf場 是最後真的好像玩到一樣 我自己覺得就是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一點 就是他裡面的設計 機制設計 其實我覺得很交科書式 他做的事情是很適合 是應該這個位置 要這樣去Draft 這些計分要有這幾個組件 加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設計Bot Game 可以留意一下這個遊戲 到底是怎樣去做不同的位置 其實他各樣的位置都做得很好 除了Outback之外 除了Outback之外 是除了Outback之外 真的很噁心 完全不太噁心 好 接著去到我的第38位 蔡Villiam 這麼久經常找到Outback之外 本來是 本來是的 然後後來 剛剛試了出了新版 就變成不是 這隻是當時KH強烈推薦 榴槤遊戲 二人卡遊戲 怎樣都要去試 但這隻 其實我都還沒想到 究竟是Gushu 或者是Gushu X 是的 我覺得兩個都 有一點點類似 雖然他的機制有改動 但是我自己覺得他是 剛才我不是說過 上一段影片 他不是說過 就是合格遊戲 裡面有了二人對戰 我覺得這個 絕對是一個昇華版 就算我現在 我現在玩Gushu X 多一些 新一些 但其實我看到他那個 八個族 他可以混合在一起 接著可以有一些 這樣的combo 八個族都可以找到 synergy 然後又可以 以前很難捉牌的機制 那樣東西 去做battle 那樣東西 是有點虛的 但你玩熟了之後 其實我覺得 是一種很有深度 很有深度的 二人對戰的卡遊戲 這個好像是我這一類型的遊戲 不算真的delegate 純粹是二人卡遊戲 是挺高的名次 我覺得你也不用 特地追回絕版 你追回Gushu X 都有八九成的味道 我覺得新可能比舊 但我覺得William 也是會想追舊版 我也好 不想追 他有想追 本身舊版本很難入 是叫做自作版 但新的那個 應該retail也能賣到 賣到 賣到 很友善的 還有它是抵賣的 抵賣 對 不是很貴的 它retail可以做到差不多 Kickstarter的deluxe 不知道會不會再出現 儘管看看 你見我不說話 明白了 明白了 Vidium 那你的38呢 我的38呢 是一隻買得到的遊戲 不過都是一隻 重製 應該有一個 舊版是買不到的 新版是買不到的 就是Windows 那你舊版就夠了 舊版買不到 舊版 出圖就要出版新版版 對 新版版要出版 我覺得新版版比較漂亮 雖然很多人喜歡 新版本比較清新 不過我講一下 為什麼會放這隻遊戲 應該是我的名單裡面 唯一隻叫做真的很正宗的 重裔 當年認識它就是因為 三國煞 那時候三國煞 就有一本雜誌 叫做卓遊誌 然後就送一些 推廣的毛獎 即是那時候已經在儲三國煞 對 就是為了儲一些推廣的毛獎 就買了那本雜誌 那本雜誌 就是第二期 很印象深刻的 不知道第二還是第三期 就介紹了Windows 我記得那時候的雜誌 是女兒做空面 對 也很壞 扮殺東西 我根本就知道 那時候就看 很有趣 講釀酒 買回來 還記得那時候是第一次看 在Bot Game的烏布 是要像一般簡線的 對 現在那些也是要簡線 對 還有玩的時候當然很複雜 但玩下去 我覺得是很 很驚喜 玩一隻遊戲 是真的看到經驗 整個讓手的流程 雖然很複雜 但印象深刻 還有我都開了幾次 所以現在我都會繼續想玩 還有想試 也是我應該是VL裡面 我排最頂級的遊戲 當然可能會有些會的加分 好 我去到我的三十八位 三十八位就是 是Stockpile 一隻股票的測試遊戲 每人都有些股票卡 分開不同的一搭數 然後再做一些測試 可以收集一些 可以扣錢 令股票下降的卡 加上不同的股票 會有自己的特性 可能有些容易爆破 一跌下去 跌幾格就會變成廢紙 玩下去也會有些 有些股票的心理也會有些必定的元素 亦都可以很如實地反映股票市場 所以股份一拆幾格 拆完幾格之後 又再變成廢紙的感覺 那時候我都挺喜歡玩 都挺容易開的 都是新手的Friendly 沒錯 好 那到 你又怎樣 又中招 你又說那些什麼 一拆幾格 賣垃圾股份給別人 你不要這樣記住 聽者有意 其實這次我沒有留意著 你自己記起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Aspotty沒事的 Aspotty沒事的 對 好 那到我的38位 這隻也是一隻非常新的遊戲 其實我一開始組裝這個表 這個遊戲的名次更前 但我覺得不行 我應該是近來我開完招 我覺得太開心了 所以我排到它很前 所以我肯定按低了一點 那就是這個 喜歡日本首選遊戲 Let's go to Japan 沒錯 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這隻遊戲 怎樣說 我覺得幾樣東西 第一它是一隻非常容易學 很快可以開完 以及玩的過程中 很流暢的遊戲 而它又是用日本做主題 我覺得整件事很合適 因為這些遊戲最適合 不是玩很多遊戲的人去玩 大家一邊玩 一邊看一些卡 看一些卡上的地點 大家就說 有沒有去過這裡 這裡是哪裡 這裡的東西很好吃 我覺得整件事是很合適 很適合 還有一些有趣的 那天就很記得開遊戲 開了好東西 然後羅琳說 我只剩下半個小時 要離開 有什麼遊戲可以開 然後我們開這隻 半個小時哪裡可以 然後她說 我聽了規則 聽完規則就離開 誰知道她聽我們說完規則 我們玩完 玩完 都是半個小時 然後她說 總之我都玩完 那件事我也是很開心的 所以我就放了它在我 38最愛日本遊戲首選 又是Top 1 之後是Let's Go Korea 那些又不行了 我想差一點 例如剛才也是說 日本加分 對 日本加分 好 接著是不是轉了個圈 接著是37位 是Happy開始 我的37位 就是One Piece Card Game 這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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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都放齊了 你花上去的錢 沒理由這麼少 沒理由 因為37位是我的幸運號碼 二叔來的 其實這個是比Top 1更加重要 像Richard那些 知道嗎 神經病 什麼事 那其實 你說一下為什麼37位是你的幸運號碼 3月7日出生 我猜到你 用這個機會 讓別人跟你說三十快樂 可恥 沒有沒有沒有 但大家可以留意 最近有朋友發了一段影片給我 就是外國有一個媒體 做了一個研究 發現原來37這個號碼是很有魅力的 當他問別人 你講一下One Piece 通常有人會說37 可不可以剪掉 你講一下One Piece 你講一下One Piece 不是我打你一拳 你打一拳 那些 很多微操作位 會看得出 其實他裡面的設計也很有心思 而且我覺得最瘋的東西是什麼 最瘋的東西就是 他可以令到現實世界 去還原One Piece發生過的劇情 是嗎 有這麼快嗎 第一件事就是 背切 One Piece 就是今年的日本大賽出現了 就是那張1億日圓被人收購的那張卡 第一名那張 還有一件事就是 在第二代的大賽中 最多人用的領導就是白狐子 打到天下無敵手 接著就BANG了 白狐子就拉下船 你猜一下哪一個領導是跟著大賽贏 答案就是赤犬 答案就是赤犬 沒有太One Piece的 但是赤犬就是去上去 整件事好像是 為何好像跟著劇情來做的感覺 可能是專門的 同等的 還有裡面 我自己覺得第一次 一個全的TCG experience 我真的有出去 那時候我只殺 一件是否有第二件 還出到比賽 出到去參加香港大賽 幾百人 在那時候九戰的高度 整個體驗是很令我難忘 好像一個新的 hobby 還有香港是有代理 整件事真的完全不同 很令人羨慕 真的 所以如果喜歡One Piece的 都可以留意一下你的卡 你玩這些對戰 還有TGG 你沒有社群 有社群是差很遠的 對 好像沒有也是 你用了 明明明明明 上司過 但你的公司也不可能 好 我終於有一隻 外圈了 我終於有一隻外圈了 那就是這個 Battle Star Glatica 哦 我自己覺得 他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有一些 Nemesis 的原本版本 就是有一些背刺 你是不是 Cylon 因為我本身 其實挺喜歡 那套Cy-Fi的電視 我覺得 如果你有看過Cy-Fi 你喜歡的電視 你會加很多 很多 很多分 當然我明白 他的機制 可能現在回頭看 可能有一點點累積 但是你想回頭 他當時有兩艘船 然後可以投票的 藍長 藍長 總統 那些東西 其實 也很貼到他本身 那套電視劇 即是藍長去管理軍事 和航行 但是有個總統在那裡 又會管理那些政策 他怎樣去標高 遭多這個微型世界 我到現在都是在目的 當然 現在 第一 你進不回 就像Cahulu那一隻 我覺得你沒有的電視劇 完全是兩件事 還有他的延長 是買不回 我都是只有一個 好像是 還有兩個 如果是我的girl list 這個是我很高的 但是炒到天價 我自己也覺得機會 真的買回來儲 所以我就沒有再去追下去 但是 你記得嗎 不是他讓給我 當年 你也沒有了 我也沒有了 我當時是入了一個中文版 後來我就找到一個英文版 是很便宜的 我就放了一個中文版給他 但是還有兩盒 是一盒綠色一盒黃色的 那盒我都沒有買到 那兩個 中文版是出了一個延長 中文版是出了一個延長 沒有出另外兩個 當年很紅 這個就是Flatest Guy 我也很同意 就算他新出的Unfirmable 說是重製 我覺得是沒有那種味道 完全沒有那種味道 這個Flatest Guy 是絕對先行的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沒有看過那部劇 你會覺得 什麼菜籠人 是什麼來的 你玩回Lemesis 但是 就是因為有一部劇 我覺得整件事 加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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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第37位 還有他有趣就是 玩開身份陣型 你一坐下來就知道是什麼身份 這個不是的 這個特別是有異重身份 開頭做以為自己是好人 但是他醒覺那一刻 做到華人 那一刻起了雞皮 因為那部劇就是這樣 那部劇就是這樣 那部劇就是你不知道自己 原來是silent 原來你後來是silent 你不知道自己是 那一刻是很恐怖的 那部劇也是這樣 劇頭 不過這麼多東西 看你能不能回來 我還有那部劇 的Full Blu Ray 我其中一部很喜歡的 想看一部劇劇 這個好東西來的 這個就是我的第37位 好了 接著 你的幸運號碼 你的幸運號碼 37位 很有魅力的數字 很有魅力的數字 這個可能也是Habby喜歡的設計師 那他就是Luna Nova 設計師應該是玫瑰山的作品 是嗎 Luna Nova是玫瑰山的作品 應該也做齊了 應該也做齊了 可能也跟Habby有些關係 那這一隻是我唯一隻 擺放進去的 因為玫瑰山的作品 也是複雜 而且我會玩下去 我覺得會有少許Dry 而且會比較Hash 但這一隻 我很喜歡那種Combo的爽快感 一個是Tile placement 然後一個Tile有多用 這樣 噴下去 然後就好像叮叮叮 是一隻蠻喜歡開的小品作品 好 Andy 你的37位 我的37位 你的魅力號碼呢 這個好像不是很幸運 The King is Death 魅力左右左右左右移動 我知道 沒有 其實這個遊戲 我覺得在一個設計上 很優雅 用很簡單 每個人有八張卡 八個回合 然後就在英國的地圖上 把那些調兵顯像 把不同的兵 互相去行動 然後達成自己的勝利條件 而且我覺得他喜歡二對二的模式 就是大家在不可以溝通的情況下 怎樣可以達到 你怕不怕我要做這個行動 從而達到勝利條件的位置 我覺得這個都挺精彩 而且我覺得這個設計 其實是 用這麼少的材料 就可以做這麼深的遊戲機 我覺得每一部的地圖上 都很重要的感覺 好 KH 你的Lug number 我的37 都撞了 我覺得最佳的賽車遊戲 就是你的 HIT 不要減少肥 我不會玩Bot Game做運動 但是我本身不太喜歡 一些Racing類型遊戲 我不喜歡賽跑 單車類型 但是這個遊戲 我覺得 可能因為它的遊戲 它是用少許 那些叫做 Pressure luck 所以我反而又會接受 我會接受到這個位置 去做一個賽跑 而且我能夠討論到 它接下來會有很多的變化 即是賽道上高 那些 你想想 現在都還沒有 車手技能 我覺得 我會期待 它還要留下兩輛車 對 還要留下兩輛車 讓你做 Expansion 37位 最佳的賽車體驗遊戲 就是HIT 阿金 我的37 即是Magic number 無獨有有 和Happy撞 只有T.C.G. 這些遊戲 對我印象深遠 到現在都還在影響 之餘 它對全世界都有影響力 就是Magic the Gathering 哦 你是37 即是剛剛撞正 不是故意的 這遊戲真是叫做 T.C.G.的始祖 Richard Garfield 基本上每一張 可以當作是銀子 的遊戲 對我深遠 是第一種 被我接觸到 玩T.C.G.而沉迷卡遊戲 的啟發遊戲 也是當時 記得當時 為了買卡包 當時是中學 是省了午餐錢 吃不吃飯 吃便宜一點 就算是爆卡的年代 那種回憶 我當年也有這個回憶 不過就是另一種 遊戲王 原來是遊戲王 原來 哦 猜不到 這個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有 你也有 只是招 但不要你傻 Audible Mansion回去 T.C.G.的回憶 大家都會有 肯定有試過一下 好 這就是 Magic 好 接著應該到我 第36位 足以大膽地 就夠膽 就擺一個 VC 大C的遊戲 這個遊戲 我會強調 如果不是有APP版的話 我未必能放到它 這個就是 T.T.A. 我特別是 T.T.A. 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是其中一隻 我之前拍過APP的 T.T.T. 我會放在第一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是 一隻非常非常之好 可以將那個 Bord Game 放到一部 iPad 甚至其實電話都可以 電話都可以玩到的 一隻遊戲 我自問我絕對絕對絕對 絕對不是T.T.A. 我想我高手 中手 都不談不上 但是真的可以 在這麼快的方法裡面 可以玩到一隻 這麼好的遊戲 如何去做 civilisation 起這個 Wonders 去做不同的 如何攻擊個人 三至四人 有很多不同的 叫什麼 achievement 好像打遊戲 achievement point 我自己覺得 我真的有時候無聊 坐飛機 可以背往觸畫牆 是非常之開心的一個作品 那本身的遊戲 如果你怎樣 要我負責一個 身體版本 其實就有點難去 尤其是你 你本身玩得不聰明 會被人編死 但是App 我真的挺喜歡的 我自己的Solo 都可以 你都不用對戰 對戰都是被人編的 編是電腦算數 解一下achievement 解一下achievement 這樣也是一件事 這些是Classic Board Game 會有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已經玩得很聰明 對呀 你追不到的 對呀 你追不到的 你追不到電腦玩一下 對呀 自己感覺良好 開心一下 對呀 這隻就是Through The Age 我第36位 好 我的36位 其實這隻應該是很普遍的遊戲 那是Bot Game店也有的 就是Splendor OK 我知道KH是很努力這隻遊戲 Splendor 不是Splendor Dude 要不要是Pokemon版 不需要 他有 所以要是超夢夢的版本 對呀 因為沒有超夢夢 所以就沒有放進去 我還在想和Happy換那隻雷鳥 對不起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因為Pokemon版是有一張閃卡 有一張閃卡 那張閃卡是每個人都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最貴的就是超夢夢 最難中的 最難中的 我做不到 所以就沒有放進去 那你會想買很多盒去抽 沒有 所以就沒有 沒有 但那張卡是沒有Gameplay效能的 因為裡面有一張完全一樣 不過不是閃 所以你當是有點特典 Splendor就是 因為都是一隻我經常開玩的遊戲 而且都會經常玩 都是簡單而學 很快一覺 而且我都會在APP開玩的 當然我不是那些高手 因為高手會記載所有牌 那些我沒有去到什麼 不過我都會玩 會是一隻很少 我會煲的遊戲 可以這麼說 好的 好 到你呢 我的36位是一隻合作的 Strike-Taking遊戲 就是The Crew 之前都有主持提過 玩下來很有橋爬的味道 怎樣可以用 而且他的任務 其實是一些很特別的困難 你就要用一個橋爬的方法 怎樣可以達到這個任務 是挺有挑戰性的 除了玩 除了玩 穩住到有意外 去達成那樣東西 其實是很有感觸感 對 好 那我的36位就是這個 超過12個人玩Bord Game的唯一選擇 這遊戲 我想我排多少次都會在最頂級 因為真的無可取締 再加上最近這個Podcast 我們又再開一次 你會感受到 那些人越厲害 即是說奇力越厲害 玩這個遊戲出來的味道就越濃 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Discord 問一下他們自己的體驗 或是下年加入我們 下年加入我們的Podcast 不過我同意 因為他其實是 過12個人也有些選擇 但過15個人或16個人以上 很難 就真的沒什麼 而他真的有 Cache說的那種 即是有些策略位可以去想 因為他要計算 運完那些人過去 即是那間房間的組合 會怎樣影響到選擇的主持人 我覺得這些是幾 幾特別的 而且你講開我也很生氣 尤其是今次剛剛搞Podcorn 要再帶來遊戲 我也特意再去找 遊戲的一些資料 發現原來現在他有寫了一隻app版 即是可以用手機app 是官方的 而且再玩下去 發現原來那些角色的配置 其實是有很多很古怪的玩法 因為以前沒有玩完 今次再特意挑選了一些新的角色來試 即是角色配置裡面 沒錯 這隻是幾特別的 但很難開 所以沒有放進去 好 接著 我的三十六 這隻遊戲是 逢我和朋友玩完 玩通宵遊戲之後 這隻是一定作結的遊戲 而這隻也不算很正式推出的遊戲 但必知知找到的 就是German Bridge 就是German Bridge OK 這個是我中學時代 German Bridge 是充斥著我的少年人生 German Bridge 是在German Bridge 我玩得最興奮的 因為 過癮在你 是可以撕到別人 不撕那一刻才是過癮 而我撕到 那一刻 那種快感是非常有趣 我們玩的方法 通常是由1 玩到13 再倒轉一下 才是完遊戲 所以想到時間去玩多久 多享受都不厭的遊戲 我們只可以支持 而且明白 例如說圍棋 我們做客人都是圍棋 對 還有Happy 每次都會出現軍棋 我們看看他們會去哪裏 應該會有的 應該會有的 期待一下 但這個絕對明白 我剛才說了 Happy和我去Excelestia O 你有沒有康樂棋大戰 康樂棋大戰 你的36是軍棋嗎 不是 不是 我的36 不是 我普通的東西是 Sentinos of the Multiverse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完勝了 上一個名單 我們最後講的 就是Marvel的一隻英雄的卡遊戲 他簡化了很多東西 整件事不需要有什麼資源 不需要考慮卡出的方法 而簡單地 一個Hero一個Dead 而且不需要考慮砌的方法 就這樣拿一副Dead 拿一個英雄 sorry 拿一個Valon 拿一個環境 就可以玩了 整件事是很爽快 而且是很體驗到那個英雄的特性 因為他不需要考慮那些卡 怎樣去配合 其實你打出那張卡 做到那件事就 很能力 那個英雄的感覺 那個Super Power的感覺都在這裡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 怎樣去完成 就是在現在的時間 的限制下 你想爽 想試到這個Super Power的感覺 這隻是會完成了Champion 其實它有一個App版的 也挺OK的 不過就有點貴 因為它真的收得都不便宜 當然它本身的遊戲都不便宜 但如果你想全入了App版 就OK 但好像它新版和舊版機 就是有點不一樣 它是舊版的 但是所有的東西都會快很多 所以我覺得有興趣 都可以試一下 Alice Go Call Game 或者你進去新版 你們進去新版 我是新版 開始做的 是嗎 舊版 舊版很誇張 有很大的合作 所以應該沒有 新版會有新版 新版我都比較Happy 坦白了 你不要太誇張 那邊好像新聞一樣 它沒有舊版就是新聞 它沒有舊版就是新聞 你又對 那你的35位呢 我的35位就是Dead of Winter 其實Dead of Winter之前 就沒有什麼Zombie的Bot Game Zombie Sire 但我覺得玩完Zombie Sire之後 我覺得Dead of Winter才有那種 抹入的求生的感覺 因為Zombie Sire基本上是無雙 其實你那個名字我經常叫做 喪屍無雙 City of Horr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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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比較省隊友 即是叫貝茨亞 因為它是那種 末日求生的感覺 也是 而且它當年也有一個很特別的機制 就是那個抽卡 毒故事系統 所以也是一個很深刻的遊戲 而且它也是用了少少Battle Star Galactica 那種 即是叫做 投票的系統 即是它是用了一些物資 然後就可以在那個物資位 完成任務那裏做一些背似 當然我覺得是幾樣東西 都配合得不錯的一種遊戲 這隻有沒有擺到一個名單 但這隻是我 Word Game Review 生涯的起點 是啊 那條數很高 那條影片還有人看 那條影片還沒有BG Pod 其實是第一次試拍這個評論 到現在還有人在說 怎樣玩Dale of Winter 雖然我自己也很少有機會玩 那個遊戲某程度上都很重要 有興趣可以留意 還有Plathead好像是由那個遊戲 開始被人關注 因為之前應該是Summer Wars 但那時候還沒有那麼多人 我不會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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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現在Bel Winter已經不是Plathead 已經是去到FFG 不 它是這個IP給了Summer Day 它自己拿回一些東西 但這個拿不回來 不知道為什麼 很有趣 好 好 去到我的35位 35位是一個小品的卡遊戲 就是Arborantum 封面是一棵樹 那一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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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起來的時候 每一步都要計算 精神計算 因為它正在玩 有很多種類的樹 打出一些樹的卡 組成一棵樹 但怎樣才能計算分呢 計算分的時候 就是遊戲結束的時候 你手牌在上面 有最多那一棵樹的分 你才可以計算一棵樹的分數 所以由你開始 每打一張卡 每抽一張牌 看看人家在做什麼 想盯什麼分 都是一個很有標準的決定 所以每一步都覺得 是充滿計算的 就是卡牌小版遊戲 這棵樹也很印象 那時候我記得 也是玩的 那個消略過程 是跟玩一隻 即是中拆是差不多 點字號過多 我覺得 好 那我的35位 就是《One Night Ultimate World》 這隻都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什麼叫做 身份遊戲 竟然是最喜歡 但留意 不是身份陣營遊戲 有分嗎 有50個 有什麼空間 身份陣營 遲些會有 在上告 還未到 其實這隻遊戲 我曾經把它擺走了 因為我覺得太多 以及開不了 但當我再去評論 自己的身份遊戲的時候 其實要想到 如果最齊備 的話 我會覺得 這隻是齊的 這隻遊戲的角色 比起其他遊戲是齊的 你可以玩到的 變化會比較多 而且快 快 沒錯 沒有很多回合 沒錯 我的35位 就是卡卡桑 真的經典 真的經典玩完之後 我會覺得 雷波洋海這麼好玩 我沒有想過 其實以前我也好像跟 戴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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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就令我開始 剪開 購買 桌遊道路 這個 他跳進去購買 你開始購買了 購買應該要交給旁邊的 他應該是練一些 沒有 沒有 我真的沒有 卡卡桑 沒有嗎 沒有 我有 那隻不知道 collecter edition 那隻是五週年版 還是十週年版 卡卡桑 抱歉 卡卡桑 卡桑 卡桑也有 3D版 卡卡桑也有 因為存不上太多 每一個人都還有幫你 可能轉頭說 不知道 每一次 可能只存不進 不知道 轉頭說 他沒有出聲 可以有 好 繼續 我現在要講一隻 剛才我沒有出聲的遊戲 因為有撞 就是 我覺得 是 TOP 就是想起來 是TOP 的DEDUCTION 遊戲 就是 Crypted 我應該是有轉過 我之前應該有選擇 PlanetX 沒錯 但我今天再想起來 我是選擇Crypted 那個原因 以前選PlanetX的原因 是覺得Crypted 是很容易 一個人犯錯 是 就玩不到這遊戲 還有 整件事的Layer 真的很單調 只是做一件事 但現在反過來 我反而覺得 其實去到 這些DEDUCTION遊戲 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強項來的 哇 超戰勝 你 就是你不是理債之煩 我總的兩個章員 我和你PVP 問題就是 當你想和人去決戰的時候 越Pure的遊戲是越好 即是PlanetX有太多的 所謂 發覺的興趣 和Happy挑戰的 請在下方留言 麻煩 還有當你一台人 那個決戰level 是不會犯錯的 即是犯錯 有資格才踩在桌上 有資格和我玩 本身有另一隻 其實和他搞得揮 那隻是Turing Machine 但Turing Machine 已經玩爛了 哇 你玩爛了 已經玩爛了 而且他沒有電影 沒有交換 沒有交換 綜合整件事的電影 那個交換 那個 剛才你說的 就是那一刻 早兩天想過 那件事 Crypted 現在反而是我 心目中留在這裡的遊戲 OK 即是你也是支持Crypted 沒錯 所以不只是得 The Lost of Planets 好 好 接著到了三十四位 四位 四位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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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說三十五 你還沒說三十五 我數這個很難 我呢 如果可以幫我加一些CG 幫我加一些頭盔 我覺得這個遊戲 如果放三十五 我覺得會被人罵到嘔 因為很多人 Wingspan 的Top 1 是這個 其實我有想過不放上榜 但最後都夠膽放 是什麼呢 就是一隻超越時空的遊戲 就是我們搭時光機過來 就是這個Mage Light 哦 我自然覺得Mage Light 我真的還沒玩得到 我覺得這隻遊戲的深度 我覺得是碰到十個二十個百分比 即是二十兩百分比 Solo還是很難 但我真的覺得這隻遊戲 非常非常精彩 我想過放不放下去 所以廣播 是的 它會再出廣播 但老實實 就算它第一第二個廣播 我都還沒玩得完 因為我覺得 不要說玩得完 都還沒敢去碰 而不是它主要遊戲的角色 它怎樣去玩 那個Solo 六個回合的模式 哇 有多少技巧在那裡 那些牌 怎樣去拔 怎樣去吃 可能會有其他人會說 但我覺得 我真的玩了十個百分比 但我真的覺得 差了很多次 我也相信很多人會補充 但一隻可以十幾年前 到現在 除了藝術之外 是沒有 Matic 和Woolbook 即是Fonsai 8的Woolbook 之外 如果可以寫到 但其實好像是波蛇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有機會再重新 還是怎樣 但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作品 只是我自己沒有能力 玩得到 所以才放得去後 即是可能 即是每一次玩都要 好像要深一個大呼吸 才會跳進去 所以就沒有它這麼高的名次 或者當我旗力再升的話 就會再高一點 也不奇怪 但我想我上次沒有放 但可能慢慢慢慢升 絕對絕對 好 暫時沒有 補充 明白的 明白的 接著到34位 好像是Andy開始的問 好 34位 應該會有主持 會放這款遊戲 就是Small City 一個城市建設的 入圍 OK 雖然有個Small 字 但千萬不要給他個Small 字 被欺騙 非常銷路 很難玩的 即是可以中途棄遊戲的感覺 因為我沒有計劃過城市會這樣發展 之後沒有遇好一些位置 其實之後就很難玩的 它是一款 Tile Placement City的建設遊戲 玩途中的城市 會隨著你的設置 會有自己的演變 需要你有一個很好的Forever Planning 遇到一些位置之後怎樣發展 才可以玩得好的一款遊戲 應該算是Tile Placement類遊戲 我覺得難度上是最難玩的其中一款 沒有出外表那句 有沒有補充 沒有 遲些先 好 我的34位 我自己會進入很多日文遊戲 這款是其中一款 我怎樣排極 它還是在我的榜 因為其實我在歐美的遊戲 都很難找到這個玩法的遊戲 就是《我成為獨裁者幕末編》 這款遊戲我自己會覺得 每一個角色的勝利條件的設計很特別 而那種環環相扣 又會令到你在遊戲中 多了很多嘴炮位 我覺得這個遊戲體驗 我在歐式或者美式的遊戲中 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繼續保留它在這裏 就是《我成為獨裁者幕末編》 沒錯 就是我34位 好 我的34位 是曾經何時 我《Port 12》的第三位 但現在回想 其實原來已經成為了過去的遊戲 就是《Live》 因為都已經想起 其實現在很多遊戲 都 亮麗點會好過去 會爽快很多 Streamline很多 但我依然都很喜歡這款遊戲 但就降了位置 然後就降到這裏 我的34位 《Live》 《Live》 我34位又跟人撞 我正在跟人撞 我暫時跟人撞 我暫時跟人撞 最多應該是暫時 不要緊 口勢凌厲 不要緊 那就是《Two Rome and A Boom》 所以竟然 沒有什麼好說 其實Gash全都說了 OK 我覺得他玩到已經很棒 玩到已經很棒 玩到已經很多人 可以有一個體驗 即是玩到的體驗已經很棒 還有他那種給你看 即是他那種給你看身份的機制 都是很過癮的 即是沒有什麼身份的遊戲 可以容許你打 摸一半 然後摸一半 給你看看顏色 然後原來有些卡 又騙人 很過癮的 我想提到一件事 就是剛才忍著說的 就是這間廠 接下來有一個大作 大家有機會留言一下 那隻《Werewolf in Dark》 之前我有聽過Podcast 有Queen 有試玩過那隻遊戲 是一個 關燈的房間裡 玩的捉衣欣 狼人遊戲 等等 聽起來好像不太好 有些不太好 不是老實 純粹是Bot Game 有機會遲一下 我們再說一下 接下來好像Kickstar 不過都是這間廠 這類型的遊戲 關燈玩的遊戲 我覺得怎樣也要支持 我多支持 支持 就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我們BG Point的情況 有些人在一起 我摸到我的燈鈕 對不起 你肯定是燈鈕 Anyway 這樣下去 好到我的34 這隻我自己排的時候 我有些驚訝排到那麼高 但我想回二人遊戲來說 其實我是很喜歡 所以我也是跟Kickstar 按一下就排到那麼高 這隻是二人遊戲 我很喜歡二人遊戲 這隻是Tucky 是的 即是Tucky 我很喜歡 其實它的機制是不複雜的 即是可以放兩個位置 聽到中間 打到交叉 打到交叉點 然後在裡面拿它的資源 做它的行動 或者拿它的東西 但是它就是因為這麼純粹 只是一個Call Game 已經很足夠玩了 你真的可以玩到很多個Combo的味道出來 我和我老婆玩 即是二人遊戲 當時玩得多的時候 真的你會看到 你會想再覆卓 這麼簡單的東西 但原來可以做到這麼特別的機制 如果你喜歡兩個人 細細合那種Box的遊戲 這隻是很少人提 但其實是非常精彩的一隻遊戲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試一下 應該沒有絕的買得到 不是問題不大的 但就不是太多人說 日本版的封面很漂亮 我就是日本版 你們兩個很煩 很煩啊 我只是想給大家 我喜歡 又可以買到 大家開心的遊戲 日文版 什麼Deluxe版 很煩 不用你們說話 好 34位 34位 買一隻可能都買不到的遊戲 那就是Dungeons and Dragons 但是呢 它是一隻遊戲 就叫做Conquest of Nerov 是一隻 其實它用了Axis and Allies System 不過就是奇幻版 很特別 因為它也是推兵類的遊戲 有不同的兵種 不同的兵種 都是它的特色 但是它最特別 就是有Dungeons and Dragons 的一個特點 就是它可以派一些英雄去做一些 不同的地圖 做一些探險 我覺得這個機制 就是結合 都比較少有 就是多數是 推兵 打仗就打仗 D&T的遊戲 有時候你斷了就斷了 所以有機會是斷了 而且它太多了 不知道哪一隻 你出發的封面 給大家看 是 好了 34位Andy說了 今天輪到Cage 好了 我的第三 十三位 就是 No.1的抽象遊戲 Tush Club 那就是這個 VC大師 在早年的一隻 雖然它是抽象 但是它有主題 是不是CGE 和王地式 對 對 和王地式 對 對 鬥收場 鬥收場 做背景的 這個遊戲 我自己深刻印象的就是 一隻遊戲 它可以透過砌一些 symbol 去召喚一些怪 然後打卡出來 去做這件事 好像很抽象 但是它又有個主題 還有我自己 為何到最後 因為我想很多人都會說 為何不是Dest Time 要殺我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遊戲 是不一定二人玩 可以四人 它三人玩 甚至四人玩 都會有效的 不用 因為它是計分機制 Core也有四個 是的 它的計分機制是有趣的 我覺得這件事 比起這個Dest Time You Kill Me 我覺得它是優勝的 還有它是抽象中有主題 這件事 我都覺得是留得下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沒有抽象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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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沒錯 諸神對戰 這隻是小人提的 我早上進來沒機會玩 有機會 阿金到你 第三十三 這隻是帶我第一次 接觸到策略遊戲 也是Tony教我玩的 就是Portorico 波多尼哥 神龍電波 神龍電波 對 正常的 日本也是這幾隻 不多說吧 不以外 那會不會進入那個特別版本 不會 什麼 斬釘折鐵 因為我會入 哦 即是要下集 當然你推我 今年再推一次 常愛音 Tony說我已經入定 等你 下一個時候再賣給你 不用一盒 你會有幾張油 在我們BG-Port Studio 我不覺得這個 適合到任何東西 這個Cards of Burgundy 不要理會 你呢 好 我的第三名 曾經是我神十二的第十名 就是33名 所以選擇了一個三三不盡的 很多廣播的 Legendary Marvel Dead Building Game 哦 哦 他在2012年出到現在 今次今晚日早 還繼續出今次廣播 已經超過四十個了 他已經超越了Sentiment 有意外 Sentiment本身不算太多 不夠多廣播 這個是真答案 假的答案 其實我也喜歡玩Dead Building Game 我覺得Dead Building Game 每一次的新鮮感都在 還有他這麼多的角色 我自己覺得就贏了 哦 哦 就這麼簡單 還有在這位置提一提 我因為這個遊戲 買了Marvel的DK百貨傳輸 很便宜的 Amazon買了二三百元 大大本的 你猜還是 不是說出來 很便宜 然後全部裡面很多圖畫 介紹每個角色 其實這個遊戲 甚至是有些角色 是你裡面找不到的 所以其實是 但是當然 就算現在我們接觸Marvel 通常是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但是其實很多角色 都會在這些遊戲中出現 都未必見過 所以Marvel Fancy 這是第二隻推介 好 到我的三十三位 都是一隻二人遊戲 這隻應該是我看上去 不是第一 第二 二人 asymmetrical 細合的遊戲 我一向都很喜歡 有些遊戲 帶一些歷史背景 也是二人對戰 所以這隻 就是很大推的Watergate Watergate Watergate 細細合 好像很細合 其實裡面 一個是做總統那邊 另一邊是做記者 揭發水門事件 其實我覺得 它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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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一個快的感覺 就好像 Trylust Ripple 即是 一卡多用 那是拿來做 還是拿來做 Event 那樣東西 如果用別人的卡 別人可以被人賺到 其實這個機制 因為我真的沒有機會去玩 Trylust Ripple 那些大遊戲 那樣東西 所以這隻 我就很喜歡 還有跟老婆玩 都玩得開心 而且這隻遊戲 是越煲越有味道 如果你越熟卡 就越好玩 其實這類型的遊戲 越來越多 但我始終覺得 它是 開了一個 原來細細合 都可以這麼多 內容在裡面的一隻遊戲 這個是 Ian asymmetrical 其中一個選擇 不是唯一一隻 但是一隻也很高名詞 是的 好 我的33位 是現在都應該買不到的 那就是 我猜這裡 可能都未必有人玩過 不過Edward是有玩過的 就是011 什麼 011 011 是一隻Steampunk 主題的遊戲 它是有幾個機制結合的 它是有少許推理 因為它是要透過 走一些行動 因為它是說世界末日 然後就要彈一首歌 就令到 這個北歐神話 就說分離而蘇醒 那你彈一首歌 就令到它沉水回 那你要透過那些行動 去調整那個 叫做風琴的位置 那樣 要玩一些樂章 是Steampunk 很漂亮 然後我覺得它幾個主題 就是混合得來 都是很好的 我覺得當年我推了Edward玩 Edward特大 然後他又買了一盒 之後 他買了一盒 然後就把他 因為我看了這遊戲 我又跟他收購了他買那個盒 那你怎麼帶他去玩第一次呢 你怎麼帶他去玩第一次呢 第一次是我自己有那盒 你怎麼買兩盒 對呀 我一人有兩盒 為什麼要買去那盒 為什麼要有兩盒 一入玩一入草 原來是一入玩一入草 這件事 那時候你會玩我 我教你玩了收購你那盒 我是法導者 又是擁有者 很高啊 很高啊 Andy 你的第三十三位是哪一個 我的第三十三位就是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他也這麼高啊 對呀 OK的 因為他玩的遊戲就是 當是一個模擬人生的遊戲 透過一些工作人員 或是生命之類 沒錯 一些時間怎麼分配 再過一個人生的計劃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什麼 都可以在遊戲中表現給你看 玩完之後 有一點反思人生 要怎麼走的感覺 我記得當你除了老婆生了兒子之後 就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發展自己的Hobby 非常真實 Hobby要給了保持 要有合作的 要有合作的 合作的要付錢 對呀 都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會美好你的人生啊 兩位 OK 好 接著我們去到32位 回到金這邊開始了 好 32位已經開始進入了我玩遊戲的review category 第一個category 就是什麼 就是這麼多category 之前是什麼回憶category 回憶已經過了 經典回憶 就是已經開始分類遊戲 用遊戲分類去排我的榜 這個category 開始是先卡遊戲 OK 即卡遊戲排較低 對較低 而這個卡遊戲 32名就是challengers 噢 其實是一款代替了 Millian Blade的遊戲 又有對戰又有砌 是欠了買的卡 爆卡的過程 但起碼令我玩到那種 真的有對打的味道 因為其實Millian Blade 砌的砌的成份 是弱了少許的 對呀 很簡單 就是collection 對呀 變相我這款遊戲 會享受開到 一開始玩的遊戲 就是能玩到的遊戲 所以就變成32名的challengers 有這個爆卡的過程 對呀 一個是草TC主義的 一個似乎是真的比賽 對戰開始有些策略玩的遊戲 對呀 初初以為是低B遊戲 但玩樂其實真的很好玩 沒錯 就是跟Andy說 有什麼好玩 坐下來聽到Russie 很好玩 但發覺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絕對同意 好 你的Happy 我的32 就是Unlock Series 3 整個Series 對 整個Series 其實 Series Series 當時 那一年很多這些 Escape Room Game Escape Room The Game 也有收齊 Exit Deadscape 也有的 但我最後選了這隻上榜 因為我覺得它的Apps和Integration 是做得最好 以及裡面的內容是最驚訝的 小小劇透 其中一個很深印象 就是它玩AR 即是你要在App拍攝下去 才會看到卡彈出來 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覺得Unlock Series 是很有心機 去做很多不同的 和驚訝 對 驚訝一些玩家 所以 這麼多個Series 的Escape Room 我最後選擇了這個上榜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 這些 Exit Unlock 這些遊戲 其實外國是超受歡迎的 即是在那些玩具店 超多人買 這些遊戲 都很當眼的位置 所以這一個 是很用心做 因為它真的賣了很多 很多資源 其實它也算是厚 Exit 應該是賣最多 即是最多人去 竟然 但好像是Unlock 這個 我也要說 那時候疫情 我平時很討厭 單獨鏡 我那時候 拿了一套 Unlock 逐一套 逐一套 你們自己買 還是拿 不是 我是拿阿余的套 拿回去試 的而且確 沒有Deadwalk 之餘 我覺得後面 越做越有驚喜 我覺得是厲害的 我反而是頭玩 好 到我的32 沒錯 這時候我想過 擺不擺上去 我不想讓人覺得我轉軚 或者讓人高興 但我又覺得 Wingspan Longspan E字頭 不是 不是 天下第二 天下第二 都要給他一個名分 太空遊戲 給他一個名分 天下第二的太空遊戲 大家知道我喜歡太空遊戲 這邊就是E字頭 E字頭 E字頭 這個叫Eclipse 是 我放心 會還有其他人說 但我只是覺得 問心而言 如果以這個 Europe味 的話 這隻是其中一隻 做4X 去探索 那樣東西 是一隻很出色的作品 而它第二版 除了解決了所謂的小問題之外 另外那個配件 各樣東西 收納各樣東西 全部提升了 我覺得這個要講短一點 一定會有人再講 我猜不只一個 我猜 等撞車 好的 我的三十二位 是比較少見的一款日本遊戲 就是 Wampire Raider Wampire Raider Wampire Raider 前面講過 為什麼會選擇這隻呢 其實我也很喜歡 捉迷人的遊戲 即黑人式那些 其實近年也有一隻佳作 就是MyMGMT 但我覺得這一隻 比那隻更加容易開 還有它的爽快感 是更加強的 因為它 其實它有些連動 就是 類似都是一邊 就裝扮吸血鬼 另一邊就裝小朋友 就進去 嘗試捉那隻吸血鬼 但它很特別 就是它有些行動 譬如我吃了一顆子彈 之後我可以繼續走 或者吸血鬼 可以殺了一個人之後 可以繼續走 對應連動的過程 就是一個我覺得很棒 一個很簡單的規則 但是很有爽快感的一個遊戲 我也是想收到一盒 即你有呢 如果你有呢 你可以PM我 精驚節目 是否不能再賣 應該賣 好像不能再賣 我一坐就已經結束了 對 不關它就結束了 變成一個什麼節目 就是Vidium精遊戲大會 我有這裡 但如果你有的話 你可以再賣一隻給我 他玩出了感情 玩出了感情 捨得玩我的遊戲 真的好賤 三十二名已經要精多盒 之後那些呢 怎麼辦 那些全部我坐底有兩盒 好 Andy 你的三十二 我的三十二名都是一隻日本遊戲 其實玩了 哦 我知道哪些 沒有拼的 沒有拼的 很新的 就是Nokusu Dice 這隻很想試 對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玩 Check-Ticking遊戲 我覺得這隻真的是 真是一個很精彩的 Check-Ticking變體 由飾用來做Check-Ticking的 手排的其中一環 接著你吃哪一盒 你選擇剩下的最後一顆飾 就是你做那個 German Beach的 數量 到計分那一刻 由整個套裝 我覺得是 沒有東西可以挑剔的 一個Check-Ticking作品 用最基本的規則 就可以玩到 有策略味道 以及整個遊戲 這麼高的環節 的精力都很充足 這遊戲 厲害 是比The Crew更加一層 沒錯 真的 這隻外國很多人在找 因為你一支日本遊戲很囤 但有很多的好評論 炒到飛天 雖然很多日本遊戲都炒 但這隻是很多外國人都在找 你加入的嗎 你加入的嗎 在日本亞馬遜 是 我從日本亞馬遜買回來的 曾經也有貨 現在正在斷 但不知道會不會再重複 但外國風評這樣 可能會有廠裸 應該會有廠裸 因為遊戲本身 很多Pretty Roots 都已經有翻譯 對 不奇怪 好 到我了 我的32位 就是二人對戰卡牌 共用牌堆系列 No.1 你再說一次 二人對戰卡牌 共用牌堆系列 你還說什麼MBA的特別 最後一分35秒 還有3.5秒 因為二人對戰卡牌 No.1 你就一定知道是哪一隻 但這隻呢 Go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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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系列 Go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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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是共用 不是 先說 我覺得 之前的評論也有說 新的版本 我覺得它是進步的 而且我也很喜歡 剛才Ross說的 如果你現在買的話 買新版本是足夠的 我覺得也是 補充一點 其實那個深度是絕對有的 因為如果你現在上去網上 其實它是保持有Tourman 而Tourman官方是有獎品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參加 他的網上Tourman 不用有實卡 你可以這樣玩 玩完如果贏了的話 會有那些泡沫卡 是寄給你的 剛剛好像早一個月 就賽季一完了 接下來就會賽季二 而賽季二呢 其實賽季一 它有一個廣告 還沒有英文版 接下來賽季二 就會出多一個廣告 它的做法應該是 每一個賽季會有一個廣告 接下來賽季二一出 就會連同賽季一的英文版 兩個一起出 再連同Play Map 一個Box Set 所以這隻不得了 但是Guzu也有16個族 Guzu舊版 所以它應該會起碼 還會來WL族 現在只有8個 是不是一個廣告 它現在的廣告不是加軸 它的廣告就是加每一個軸的一些牌 對 這樣就加牌下去 我不知道它是換還是加下去 總之它有一些新的卡 我猜是換 以它的玩法應該是換 這隻是好遊戲 絕對同意 我們撞車 撞得漂亮 好 接著到最後 這段影片最後一隻 31位 Happy 好 我又跟別人撞 這隻叫做Decrypto 這隻我自己覺得 它是一隻派對故事的遊戲 它是最高級的 還有我自己覺得 它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輪流去做Leader 不用限制 要吃誰做Leader 還有它有考 默契之餘 也有考一些邏輯 而最後一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 我覺得它擺得上桌 可以跟一些 你不是太熟 但是 不會是一些 大家打地城的感覺 可能很投入 這隻遊戲擺出來 其實有些同事 或者是團隊建築 其實都可以做到 而且人數很敵人 所以我覺得 這個場合來說 是最初一的遊戲 OK 好 到我的第三者不為 這隻我幾有信心 我試抓它 其實我覺得它的名次 可能會再升高 這一隻是Oswain Oswain in the Deep Wolf 那我自己覺得 它是Boss Fighting裡面 一個 我覺得確立了一個 新的標準 當然 另外一隻Boss Fighting 看看會不會有人有機會說 但是 本身Oswain 它就把Boss Fighting 純粹在這裡 就是說 我打Boss 我一關一關去接 有個故事 也都不會一關的怪不一樣 而且我最精彩的是 它那個Mystery Box 每一盒 那個Boss 是收拾到盒子裡 好像很小 但是你開個Kindar 出其他 我開到 我開到 另外幾盒是甚麼 你是很期待 去知道 而且以我玩的關數 每一隻Boss 都幾不同 遺憾地 我去年 就不見了一部iPad 我就 找不到 因為你有個Apps 去幫你去玩 整件事很多 所以你為了玩遊戲 就要買一部iPad 你又知道嗎 哇 這樣嗎 繼續徵分 沒有 是呀 入供數 但是這隻 我自己挺有信心 因為有些人 已經爆了機 他們都說 是保持到 有些人說 因為你玩十幾關 而且都會 反過來是圓島 即是沒有搞到某些遊戲 幾十關 十幾關 又可以處理到 所以這個 我有信心 是會 我玩完之後 可能會再上 補充少少 某一個朋友 玩了F字頭 不是 玩了Ostron 再玩了大部份 F字頭遊戲之後 他的評價 是覺得Ostron 好玩些 所以 我會覺得 這隻 是 我已經定立了 Boss Fighting 的一個新標桿 你要做得好 的話 一點都不容易 可能某程度上 是經典 好 那我的三首一位 無套用 都是用APP玩的 那就是 Destiny 命運之狼 喔 Lucky Duck那隻 對 Lucky Duck那隻 另外一隻 其實都會再提及 他之前另外一隻 就是被人救病 超市D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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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Destiny 他就是把這個APP 和版圖 結合得很好 就是不會覺得 好像是一隻APP 遊戲一樣 還有他有一個 很多時候 玩美式遊戲 有一個問題 就是設定很久 然後 玩又很長 或者玩不完 但他多數 都是兩個多鐘 就叫做完 遊戲 還有故事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 如果就一隻 就是叫做美式 想化完 二上手 他都沒有什麼 可以挑剔的 我唯一就是覺得 他好像記得 三天不玩才會好 二人或是四天 二人是三天 二人都可以 二人都可以 但Solo不行 Solo就不太好玩 因為他基本上 他那個 他也少有些 因為很多美式 這類故事 都是co-op 他就有少少 叫做 競爭的 個人的agenda 這類故事 挺有趣的 對 還有記得的apps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好 Andy 我的31位 這隻都猶豫了一段時間 擺不擺在榜上 Wingspan 不會 Longspan 也不是 給點提示 就是Race for the Galaxy 有什麼好尷尬呢 因為以前 剛剛入手 就是接了一波遊戲的時候 他在一些 很初期的時候 買回來 那時候真的狂玩 拿藍牙出去 就是買個卡盒 跟人玩 但是一段時間之後 就放下了沒有玩 接著接下來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 技術遊戲 例如Earth等等 大家其實 看到那些 技術遊戲的時候 大家都回到起點 就會覺得 好像Race for the Galaxy 都是比較好玩的感覺 雖然即使已經有一段時間 沒有再去玩Race for the Galaxy 但是當你接觸同類型遊戲 你回到這個起點的時候 就會覺得 他應該要在你的 波鏡榜佔一直位 而那些遊戲 就不能放進去 想擔心 我呢 不需要擔心 好 好 我三十一位 就開始進入 我自己其中一個很喜歡的系統 就是這個 Area Control 是這個 現在終於來了 現在終於來了 傳統的系統 就是群島戰爭 這是家庭式 這是家庭式 對 因為其實它是 將必定加這個 戰國風雲 這是什麼家庭 這個遊戲 是家庭 我看過遊戲盒 完全不Fammy 你玩過就明白 我今天買到同心風暴 簡單的 不是 群島 群島 這麼大尺寸 後來出了 好像Kermit那家庭 Kermit那家庭 就是迫一些神 然後就可以做Action 那隻遊戲 我這隻就是第一隻 31位 期待你Kermit會不會上榜 好 到你第30位 31 對不起 31 我31和某主持 撞到應一應 現在是卡牌遊戲 還是卡牌系列 就是Razor的Galaxy 所以你不用擔心 不要擔心 這隻是經典 絕對是經典 所以放在這個位置 我可以支持Andy Andy說了 就是玩這麼多 都是萬劍貴重 都是懷念 玩這隻 還有玩這麼多類似的東西 都會感受到現在的節奏 那種爽快 再加上 他現在可以在網上 網絡平台玩 就會處理了手牌 很隨便的位置 因為以前一手牌 是選擇Netson 一手牌打的 現在就更方便 更爽快 我仍然很喜歡這隻遊戲 就Raze for Galaxy 好了 我們完結了 這一集 有沒有什麼極速的感覺 我們31到40 我又學到東西 原來可以拍片 拍到精足遊戲 真的不夠你鬥 你很多的遊戲 我不會 對我收了一合 很瘋 我也知道你是幸運號 我又知道原來 是她最有魅力的數字 對 原來可以拍片 就講自己生日 等別人跟她慶祝生日 我覺得也是厲害的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覺得30-40和剛才有一點不同 就是開始進入一些遊戲機制會開始重複 即是會看到某些遊戲會出現一次又一次 我覺得這個位置都是我自己會看到 撞機一定會有 而且開始會看到那些大作 開始出現 經典出現 還有一些回憶在那裏 這個也有趣的 我期待之後的list會再撞幾次機 記得如果你有什麼就記得留言我們 我們還有三集 謝謝你捱到我們跌了一個半小時 看看下一集21-30又會去到什麼情況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很開心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聊天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配合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